當然因為兩隊現在都沒有戰績壓力了 所以蠻多阻力球員都是直接退場休息 拉到了右半邊的飛球 最後呢 比較尷尬 在藍千林的前方落地行程安打 跑了 其實跑得不錯 而且補索傳的位置也很好 蔣少龍是 傳得很大位 交給了李凱威 但要不要看挑戰呢 傳得蠻到位的 有 有啦 有啦 就看到 陳葉俊這張總教練不知道跑去哪 然後看到林偉恩馬上從後面衝出來 要看 要看 從這個動作看 這角度看會更清楚一點 真的很接近 手一直都沒有離開 劉俊豪的頭部撲累他的手的位置 看起來應該是 改判機率不高喔 對 看起來是 滑壘滑得比較快 今天在技術室的人員 包含了預備裁判 跟邱錦念先生 還有陳俊明跟鄭信生 當然這後面的Follow Tag 離開會做得非常的好 劉俊豪也沒有讓他的手離開過壘包 所以就是 真的要看應該就是看第一時間點 Tag跟他碰到壘包的時間而已 沒錯 就跟我還有操縱的想法是 一次維持原判 沒有改判 劉俊豪這個球 做得非常好 林偉恩欠我們三分鐘 看這個判決